那麼這溫度就要有刻度啊 這刻度叫溫標 這個幾度叫溫標 然後我們有習慣上有兩種溫標 一種叫涉氏溫標 凝固點選擇凝固點定做0度C 費點定做100度C 費點做100度C 還有一個是台灣沒有在用的 美國人在用的 叫華氏溫標 凝固點涉做32 費點定做212 好了 那很顯然的有兩種不同的溫標 就會出現一種問題叫做 那請問你 涉氏30度是華氏幾度 華氏100度是涉氏幾度 這個溫標的換算 你在參考書上面 會看到它有溫標換算的公式 那個公式不要背 為什麼不要背 第一 不是第一啊 考試很少人考你華氏換涉氏、涉氏換華氏 歷史上連考全部考試考位置 也不是考華氏換涉氏、涉氏換華氏 考核是別種 制定的溫標 0度C的時候是78K 100度C的時候212K 請問你50K是幾度 這樣子 制定的 或者是用幾公分 我可以提到幾公分的 所以你背的公式是沒有用的 老師也不太會用得到 所以你要問的是方法 什麼方法 我們當然就告訴你 什麼方法來做這件事情 比例相同 我們的溫標的換算的想法 是利用比例相同的想法去做的 比例相同的想法去做的 去做這件事情 OK 好 那什麼叫比例相同 來看一下 什麼叫比例相同 水的凝固點是華氏32 絕對溫標是273 廢點是212度F 絕對沒有373 請問你20度C等於華氏幾度 絕對溫標多少 好 畫圖 渡溪的時候是0度C 100度C 華氏是32 212 問你20度C等於多少度F 我們都是同一個水銀 同一個溫度計 同一個人們升升降降 長度都是一樣的 所以 我全部有這麼多 我佔這麼多 全部有這麼多 我佔這麼多 這兩個比例怎麼樣 一樣 一樣 所以 我渡溪的時候全部是100-0 我有20-0 我有20-0 換成華氏全部有212-32 我有X-32 OK 列式 比例相同 然後就往下算 認真算 認真算 努力算 答案就出來了 68度F 68度F 所以20度C 相當於68度F 比例相同 全部 度C 全部100-0 我有20-0 度F 全部有212-32 我有X-32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那個 我們那個 翼柱的長度是一樣的 所以 比例是怎樣 一樣 所以 比例相同 算完 好 改成 絕對溫標 絕對溫標 對溫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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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我有20-0 全部 373-273 我有Y-273 OK 戴進去 全部100-0 我有20-0 全部有273-273 我有 不知道 減273 數學 劣勢 劣完了 理化 到此 結束 後面 就是認真 努力的 算數學 認真 算 努力 算 好好 算 答案就出來了 293K 就說出來 這就是我們 算溫標的 換算的做法 溫標的換算 請各位 掌握重點 什麼重點 比例 相同 不需要去背那個什麼 華氏換色氏 色氏換華氏的那個 那個公式 不用背 就是比例 相同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跟各位介紹 有關於溫度換算的部分 OK